小小孩开心上课 欢笑声不断 桃园最大住宅八德一号 让想成家的民众都能开心圆梦 号称不只是房子 更像一个家 只是整个桃园已经入租设宅 且签约三年的仅四千名居民 现在每月都要多逃出钱来 一次长那么多 我去外面租不是很好 什么叫做社会住宅 一切都是在10月6号 晚上下班的前一刻才公告出来 这件事连我都不知道 突如其来的公告 居民都是错愕居多 举例来说 社会住宅调涨租金最便宜 15平一房型低级租金 从新台币2400元 涨到3596元 涨幅约1.49倍 最贵的三房总评数 50平低6级租金 一个月从18700元 涨到32100元 涨幅约1.71倍 等于每个月要多付 13400元 住户觉得 他简直是跟市府来签订了 一个卖生器 一个契约 扒个两成匹 这样的一个行为 简直比二房东还要恶劣 住宅发展处将着手 重新检讨租金的订定制度 会先维持现有的租金 新的制度预计在明年 4月1号公布 现在陶市府改口 要重新评估租金定价政策 毕竟社会住宅建制 目的就是辅助社会弱势 假如租金大涨 自然引发民怨大爆炸 欢迎新闻 陈明晏 杨阁 西爱纯 桃园采访报导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欢迎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